今天和大家繼續分享我的多慾 的情況 先看看 日期在10月23日進行 直到現在是11月16日 完成了 到現在的情況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的多慾會長成怎樣 我轉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很多多慾的葉都發生牙 還有長很多根 當然我還未離開瓶的 幫它拔出來 但在這個情況我就想跟大家一小處去分享 我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嗎 根已經長出來了 OK 其實它這樣長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現在就可以很安全地 很放心地放在泥土上面 就可以讓它繼續成長 這樣變成是否很方便呢 我這個做法 它就是完全沒有爛到的 所以這個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試一下來做 那有些的品種 不同的品種 有些是先出根 有些會先出葉 那我就找一個出葉的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這個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有葉有根 那我就要小心點 拿出來的時候要小心點 大家看一下 放下這個先 OK 放下這個先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看看有沒有看到 有根 有葉 那是 長得不錯 那那個 那一塊本身的母葉呢 這塊母葉呢 依然都很健康 很脹 很硬身的 那看來呢 這個方法都是 用來做一個培植是不錯的 那你看到前面呢 都已經有芽出來了 有一塊葉 不是芽 是芽出來了 那根也是 粉紅色 那長得是不錯的了 那其實這個情況下呢 可以做一個小盆 直接放在泥土面 那就可以讓它單獨這樣去配植 那也是 不錯的了 OK 好了 我們另外看看有沒有些 更加生得更加 好一點的先 那有些品種 真的不同的品種 有不同的長法 的 像這一個的品種 回來了 那我拿出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比較 未出得那麼快 反而反過來呢 它就是長葉先 希望大家看到啦 因為它的葉還是很小 對了 那它完全是很健康的 那這個 這個反過來就是 長葉先出葉 後出根這樣 那這個呢 其實安全起見呢 最好就是放在一個屏 扣著它 讓它繼續成長 讓它再大一點了 那落到一個盆裡 就比較安全一點 如果不然呢 有機會呢 可能噴水時 或者是一些細菌的感染呢 就令到它呢 就會是 失敗的了 成長 成長之中是失敗的 OK 另外有一些呢 就真的長得非常之好 那 就 所以我這次呢 就跟大家 給大家 更新 這個進度是怎樣呢 用這個保利瓶 是 長出來的葉 會是怎樣呢 那 現在就跟大家看到 它裏面有很多 新的 發生牙 大家都發生牙了 已經 OK 都發生牙了 這樣 所以 跟大家這次再一個 upload 回 好像這個 這樣 看外面 它就長了很多根 OK 那 不要緊的 繼續可以放進去 等它 繼續這樣去生長 直到它有多些的鹽 穩定 那再落到本土 就最好了 就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OK了 就算這個 這麼小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依然都是這樣 對不對 全部都是很自然的生根 所以這個 保利瓶的方法呢 我都希望 幫到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呢 如果想多些 繁殖自己 心愛的多肉呢 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 方法 去繼續 培植你自己的 多肉 這樣 好了